硬影車左轉到一半 一輛藍色轎車直行而來 雙方反應不及直接撞上 藍色轎車噴飛到對向車道 撞到了旁邊的後置燈 又撞到了分隔島才停下來 撞擊聲響超大 也讓停紅燈的駕駛 嚇了好一大跳 撞擊後車殼碎片四件 地上的沙塵也被吹起 警銷人員貨爆後 乾淨前往現場救援 駕駛座旁整片門都變形了 車頭全毀 轎車右後輪直接掉下來 前後保險桿都碎裂掀開 車子嚴重回損 還得出動吊車才能將它移走 事故地點發生在花蓮 台八線與台九線的路口 25號中午11點多 60歲的溫馨駕駛開著義營車 要從台八線左轉 到台九線的北上路段 26歲的靈性男子 開車執行台八線 路口發生碰撞 罩澤海有待釐清 造成零男左手被撕裂傷 坐於副駕駛座的零男父親 則是兇悶 無生命危險 雙方舉策指零 遲照正常 幸好林姓男子 與副駕駛座上的爸爸 都沒有生命危險 文姓男子也沒有受傷 不管是執行還是轉彎車 經過路口時 還是得要放慢速度 多加留意多方來車 還有TV新聞告知宏蘭廷歡迎來場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知宏蘭廷 請聽到